Olympics Games 奥运 x10 各位月粉大家好我是令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關於Olympics Games奧運的實踐式 那我們馬上開始 Let's go 奥运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国际综合体育赛事 每4年举办一次 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古希腊 是当时各城邦之间的公开较量 因为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 但由于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仪式 禁止奥运竞技 于是奥运在举办超过1000年后 于4世纪末停办 奥运这次停办持续了1503年 直到19世纪末才由后人发现遗迹 之后法国的顾办蛋男爵古伯坦 创立了真正奥运精神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自1896年开始 每4年举办一次 更确立了会期不超过16日的传统 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已经成为了 全世界和平与友谊的象征 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不仅有传统的运动 如体操、田径等 也有许多新的项目不断加入进来 最新的竞赛像是沙滩排球 甚至连亚洲的跆拳道和柔道都在赛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大部分的运动项目皆视奥运为本项目的最高级别赛事 视奥运冠军为本项目的最高荣誉 但仍有部分球类运动并非如此 例如足球的最高级别赛事是世界杯足球赛 网球的最高级别赛事为大满贯系列赛 奥林匹克的精神是重于参与 只强调运动员之间和队伍之间的竞争 并不认为是国家之间体育实力的较量 因此国际奥委会只公布比赛成绩 并不进行各国获奖情况的统计 在奥运会上获胜的前三名选手 分别只授予金银童子奖牌 并不发予任何的奖金 但是各国对于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 都会给予很丰厚的物质奖励 商界也会进行慷慨的赞助 让许多原本默默无名的运动员 从一戏之间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 但是背后所付出的努力非同小可 需要长期的坚持与自律才可能站上巅峰 这一次的奥运主场馆为东京新国立竞技场 大多数的田径以及女子足球赛事 都将在新国立竞技场举办 因此这也是冬奥的重要景点之一 新国立竞技场耗置约1569亿日元 可容纳6万人 扩充后可容纳多达8万人 比订阅的幼儿园竞技场多了78000个座位 不论是创始人、参赛运动员、主办方或是建筑方 是不是都非常的伟大呢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